高雄市警方執行酒駕大執法 就八天下來累計 共查獲了五百三十五件酒駕案件 甚至發生了不少的案外案 消除駕駛刻意是避開路檢 結果一查之下發現 原來的車輛是侵佔來的 那麼另外也有警方是因為看到 車上有人亂丟煙蒂上前來勸導 結果赫然發現駕駛渾身酒味 果然酒色直抽標 同車三個人還因為沒有勸阻駕駛 開車一併遭到開罰 藍色自小客車乘客亂丟煙蒂 巡邏遠景看到上前藍蹄 駕駛搖下車窗濃濃酒味扑鼻而來 好 我們查一下 來 深呼吸 休息 駕駛一吹酒車只超標 因為酒駕一公共危險罪 被移送罰辦 同車的三人也要罰 同車三名乘客 因為勸阻駕駕駛不得酒駕 在均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四五條第八項取罰 將處新台幣六百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罰款 高雄市擴大執行酒駕大執法 從去年12月27號到今年1月3號 八天一共查獲535件酒駕案件 其中小港區警方在元旦晚間 十一點55分 發現一名小客車駕駛 刻意規避路檢右轉 警方將駕駛攔查後 意外發現他開的自小客車 是侵占來的 依現行犯引送 另外這名機車騎士 逆向行駛在快車道上 被警方盯上 還添冰說不知道自己違規 警方查證騎士身份 竟是毒品通緝犯 男子頻頻喊冤 跟袁警強調都有如期盜案 但袁警詢問他上次的盜案日期 又支支吾吾打不出來 警方查證他通緝屬實後 依法逮捕解送橋頭遞檢歸案 記者吳國貞 許雄文高雄報導 上次在初歷史正義上 在初歷史上 任何年齡的 Judy還好 蘇教群 一親 天